盟梓 生气了 换你你不气 你在躲什么 昨天你没回答我 所以 你是怕听到 不想听的答案 才躲开的 我原本想的是 等再冷静一些 考虑得周全一些 再同你谈将来 会比较稳妥 你倒好 一大早人都跑了 我琢磨半天都没算出来 到底是我更吃亏些 还是你吃亏些 所以 今天有答案了吗 情爱是一回事 成婚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还没有做好 和你以夫妻关系相处的准备 你要做什么准备 成为夫妻就是一生的承诺 是责任 是牵绊 亦是数 我怎么忘了 你这样的人 不就像我一生自由自在吗 怎么会甘愿被束缚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需要时间想清楚 那等你想清楚再说 这上面写着你那位夫君帮着谢维 跟燕姐勾结金领 这上面写着你那位夫君帮着谢维 我 你在这上面 画个压 再跟我到刑部去做个证 我马上换你自由 行吗 郁夫人不怕死 鱼夫人不怕死 周莫佩服 但是我怕 拿不到这证据 我就得死 还有一个官媛 这鱼夫人不怕死 既然你不愿意作证 就还得再辛苦你一二了 都别过来 周允之 方云 你先放了他 一切都好说 谢少师的忽悠无意如何 我还是有所耳闻的 放了他 我恐怕就是个死人了吧 我可以不杀你 放开他 这种时候我谁也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我只是想活着 都别逼我 快让开 方云 让开 放开他 你别冲动 别过来 都站住别过来 都站住别过来 方云 方云 别人走 走 他 有关 死人 有人 你ื่住你 累死人 放开她 臣子 方亦 姑娘 对不起 我最后 还是没能拦住丑英之 我不想让他那样的人 逃了 不要说话了 方亦 你会没事的 你不能死 方亦 你不许死 姑娘 别哭 若不是当初你救了我 我早就死在伯父的湖中了 不 是你救了我 从前是 现在也是我 只有你一直陪着我 你就是最好的人 比那个人还好吗 这事就相识了 别紧张 你这也看到了 但是周某实在是不愿意对你动粗符 这样 您跟我说说 江姑娘都跟您说过些为什么事 什么计划 说完之后马上送您回府 你这么做 对得起姑娘吗 谈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是 我承认 二姑娘曾经是对我有恩 但是这一路一来 不都是各自利用 各取所需吗 我是真的看你一路走来不容易 所以我真心劝你 选一条对自己好的路 不要去跟薛家作对 不要去包庇那些反贼 他们若是反贼 你们大可将我正常距离狱中 按律审讯 为何偷偷将我藏于薛家审问 分明是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吕夫人这次倒是聪慧啊 那我便直说了 薛国公想要找到解唯一党的罪证 如果能供出点什么 我绝对保你一命 我说了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你知道与不知道不重要 你说的是真是假也不重要 只要你肯说 就凭你是江雪宁的挚友 只要你肯作证 任何罪名都造得出来 你明白吗 我说不能配合是不是 那咱就换一种方式 你别逼我 我先害怕 1000人 喜欢 100万人 有一个东西 賀